这是一个网友寄过来维修的名为2400瓦24V的一个开关电源 这个开关电源很昂贵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这个价格 经常给大家维修或者是讲解一些开关电源 是用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开关电源 因为那样大家看起来更简单理解 其实不管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 它这个原理是基本上一样的 只是它用的一些保护电路或者是一些驱动控制电路的更复杂 我们今天来以这个电源为例 我们来给大家来跑一跑这个复杂的开关电源 我们在想大致了解这个电源结构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从它的输入或者输出 我们去大致的跑一下它的电路 你看这个这边就是输出24V的输出 这是正级这是负级 这边那就肯定是输入220V的交流输入 我们从这边看也行 从这边看也可以 都是一样的 对了大家好理解 我们还是从这个220V输入这里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首先220V输入 这一块应该就是绿波电路 绿波什么固模电容 固模电感 压敏电阻 保全等等这一系列之后 有的它是有热敏电阻 它是放在交流部 就是作为缓冲作用的 像大功率的电源 它还用了一个旁路继电器 像这个也是 但是它这个的放 它是放在整流桥的后面 用了一个热敏电阻 后面的并联的一个旁路继电器 大功率电源和普通电源不同的 就是什么 它这个元件是用的双份的 甚至是多份的 并联 你看这就是大型的整流桥 因为一个整流桥的功率不够 并两个 所以说我们在维修的时候 就把它当一个看就可以了 这样在维修的时候 电路就更加简化了 不用看 这么大功率的电源 它肯定是有PFC的 所以说它经过这个整流之后 不是直接进这个电容的 它要经过PFC电路之后 再进这个电容 我们就找PFC PFC 首先它是有一个大的电感 一个线圈 那么它肯定是离这个电容 或者是离这个整流桥比较近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就是一个PFC的线圈 我们怎么来确定 它是不是PFC线圈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 我们的这个电动托普结构 我们去测量一下 其然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种线圈 看起来像变焊器 它是有特点的 它这个是没有刺激的 就只有一组线圈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虽然是六个角 它实际上这三个角 它没有焊在一起 这三个角焊在一起 实际上也就是一组 它是两个三个一并 就和我刚才说的这个 我们实际上把它看成一组线圈 一样 然后这边 看到没有 它有三个管子 它这就是并连的三个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线圖图 你看它这个 你看它这一级 它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说它是并连的 都是你看这个 你看它这个S级 S级一般电电容的负级 你看它这都是接到这里 你看这个S级接到这里 这个管子S级接到这里 都是并连在一块 所以说我们可以 把它当做一个管子去看 经过PFC电动了之后 它会进入大电容 我们还要想到 PFC它是会有驱动的 驱动什么呢 驱动这个管子 做开关动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 它第一个要是驱动 你看它过来就有一些 电阻啊 小三级管 你看这 这个都是对称的 一个管子配这三个东西 这个管子配这三个东西 这个管子配这三个东西 这个大概的 这个铜皮的走向是什么 这一盘的插针里面去 这个插针对应过来 就是这样一个小板 这个小板 那个小板就是 PFC的驱动小板 好 这个PFC搞完之后 它的这个大电容 上面就会有一个 400V左右的电压 那么400V左右的电压 它会什么 它会到这个 我们的真28斤的K1电源 就是组这个电源 输出的这开放变压器 或者开放管上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里还有两个变压器 那这里是不是 这个开放变压器呢 我们等会儿再看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里是PFC 这大电容 这个是PFC的开放管 那么我们再看 这里有一排电容 这个小板上面 三个电容 这方面还有一个 这样的像变压器的 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电感 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看一下 你看它就两个脚 这边全部焊在一起的 相当于是空脚 就这两个脚 那么我们这有电容 和这个电感串联 我们就想到有什么 想到一个斜阵 那么它这就是一个斜阵的 一个IR 一个C 斜阵的一个开放电源的托付结构 有的朋友说 他说很多电源 它也是斜阵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加这个电感 因为这种大功率 这个变压器本身的漏感 它是不够的 所以说还要加一个 专门的这种电感 小的这种开放电源 有的就稍微小一点 它可以不用这个电感 那么 我们再看这个变压器 这个时候也比较大 在这个里面呢 算是最大的差不多 那么它就是一个 主开放电源的变压器 首先我们怎么判断 第一次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电动 大概的走向 像这个变压器 它鞋子呢 它肯定会和这个变压器相连 你看这 鞋子就连到这个变压器 里面来了 这个变压器呢 它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边它会有多组输出 它并不是很多脚连在一起 我们刚才说这个电源 它是一个24V100A的输出 那么这个变压器的刺激 它就只有一组输出 你看它这 这个变压器这边是初级 这边是次级 你看就只有一组输出 因为它只有一个老组 好 这样我们大概 开完电源的功力部分 我们就跑到了 我们还要找开完管的话 就更简单了 那就是和这个变压器 触及相连的 和这个300V 400V大电容 上面相连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过来 这边就有四个管子 一般的这种 21的结构 它会有这个桥 这个应该说是半桥 或者是全桥 但是这个具体是什么结构呢 我也没看了 反正肯定这边来 就是这四个管子 看得到下面这个标注 DGS 肯定是墨石管 那这四个管子肯定就是 这个所开完电源的开完管 这个开完管 我们找到之后 再找它的驱动 我们可以看了 刚才跟刚才这一样 它每个管子 第一个要对应的 这有四个小圆件 你看这 这四个管子 这四个角都是驱动 驱动进了这个东西里面 这个来看 这是一个排针 我们反过来看 这两个小变压器 那么看到这两个小变压器 我们想到什么 隔离驱动 这个变压器的隔离驱动 如果这边扎管子 它不会影响到这边的驱动芯片 所以它就用了 变压器隔离驱动 有的这个 像我们的变明器里面 用的光偶隔离驱动 那么隔离驱动过来 这边就是这个驱动信号 从这边输过去 我们再根据这个变压器 大概的一跑线 我们跑到就进了这个板 那证明什么 这个板就是 这个电源的驱动板 这个基本上 我们就把这一块跑完了 再看来 这里有个小变压器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电源 它只有一组输出 只输出一个24V100 那这边有一些电源芯片 包括这上面 有些通讯芯片 控制芯片 包括什么 保护电脑的这个运放 或者说是这个电压比较器 它需要供电就什么 就有一个小辅电 你看到没这个变压器 这里还有电源芯片 这还有光偶 那么这一块 就是一个辅电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两个像变压器的东西 其实它也不是变压器 它是两个电感 电感呢 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线圈 变压器至少是两组线圈 这两个电感 放在这个电源的刺激 应该就是 滤波储能的 这样一个作用 因为它放在这个 二级管整流这里 最后的输出的24V整流 就靠这里整流 通过这两个铜牌输出去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线 我拆的时候 拆到它这里是有一个反馈 这里这个电源 它是用来检测这个输出的 它如果检测这个输出有问题 它就会 这个电源会保护 那么以上就是 这个电源的一个大致结构 大家看完了之后 应该就觉得 这个复杂的电源 它和普通的电源 确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有些电脑用的更好 那就是修好这个电源的一个测试 24.8V 输出非常的稳定 这个风扇的声音有点大